好莱坞大导演史迪芬史迪博首度指导歌舞作品《西沉故事》 电影翻拍自经典百老汇同名剧目 故事围绕一对年轻男女相恋 但他们却各自身处敌对的团体 真心相爱的两人频频受到身旁的家人朋友阻挠 两人的爱却在逆境中更加坚韧 电影深刻描绘主角间的浪漫恋情 也反映出战后美国社会的种种问题 电影《再说一次我愿意》 找来新生代男星蔡凡希与郭书瑶 在电影中大谈姐弟恋 故事中一对交往多年的情侣 男方找来了众多好友策划一场精心求婚 女友的回应却令人失望 她也因此掉入了时间回圈中 重复回到求婚的那一天早上 她也开始找寻女友不愿答应求婚的原因 不成功不罢休 请你嫁给我好吗 动作芯片355碟影特空 集结杰西卡·雀斯坦 潘尼洛普·克鲁兹等实力派金奖女星同台标系 剧行描述中情局探员 调查到危险的毁灭性武器 落入跨国犯罪组织手中 她因此找来各国的情报组织精英 组成一支跨国间谍团队355 全力阻止悲剧的发生 公式经典儿童节目水果冰淇淋 成为动画AP月上大荧幕 动画长片妖国小学水果奶奶的大秘密 将主持人水果奶奶转为3D动画角色 结合台湾妖怪文化传说 与丰富的水果物产特色 打造一出冒险奇幻故事 希望带给孩子们欢乐 装设综合报导